这才是今生一定要走一次的路 他能看遍世间几乎所有的顶级雪山 苏木朗玛峰 乔格里峰 甘臣张家峰 洛兹峰 马卡鲁峰 卓奥友峰 道拉吉里峰 马纳斯鲁峰 安纳普纳峰 西夏邦马峰 他能寻遍所有的碧玉湖 拿日庸错 普墨庸错 杨卓庸错 冲拔庸错 马鹏庸错 河佩窟错 嘎拉错 多庆错 拉昂错 班公错 龙木错 他能穿越喜马拉雅所有的深沟 柴鱼沟 莫托沟 扎日沟 御麦沟 勒布沟 洛扎沟 亚东沟 陈塘沟 荣霞沟 张木沟 吉隆沟 扎达沟 他能仰望那些最美丽的神山 甘任波契 卡瓦格勃 南加巴瓦 加拉百里 亚拉香波 库拉港日 卓马拉日 纳麦纳尼 他将跨越从高寒荒漠到热带季风等12个气候带 从横段山脉到帕米尔高原 30多个超过4000米的崖口大坂 他有太多的美丽和惊喜令人无法自拔 让我们屏住呼吸 一起走进中国最长国道新219 最波澜壮阔的青藏高原段吧 第一天 丙中落到茶余 全长约300公里 出道极巅峰 这就是传说中的丙茶茶县 从彩云之南的云南丙中落出发 在横段山区的怒江峡谷中穿行 两边是高耸的苏伯拉岭和塔念塔翁山脉 约30公里就到达西藏林之间 横杠眼前的大流沙像一块巨大的墓布 告诉你 从此开启的 将是一幅壮丽的中华万里山河画卷 从印度洋吹来的季风再次仿佛凝固 打造出了茶瓦龙的干热河谷 沿途都是仙人掌 让人怀疑走错了地方 出茶瓦龙不远 有道路通往贾印村 这里是太子雪山的西侧 观神山卡瓦格勃最好的地方 往返需要八个小时 有时间建议在贾印村多待一天 继续前行经过怒江大桥 三个海拔超过四千德雅口接种而至 海拔四千六百三十六的熊猪拉山崖口 海拔四千四百九十八的昌拉山崖口 海拔四千七百零六的夷秀拉山崖口 一路向下到达海拔两千三百三的茶域县 山清水秀 小学课本上说这是西藏的江南 第二天茶域到墨托 全长约三百五十公里 从茶域出发一百一十公里左右 到达上茶域 这时候你会发现茶域不是江南 因为江南没有茶域这样的雪山森林 云真假味 听得见鸟虫的鸣唱闻得到泥土的芬芳 这里是中国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之外的登仁的故乡 典型的雅热带丛林 由于上茶域翻越港日嘎布山脉的道路还没有完工 千万年来无人走过的密林究竟什么模样 因为未知所以向往 我们只好从茶域 经过四千九百米的德姆拉山崖口 人龙八冰川来过冰川 塞燃屋与318会合 然后沿318前往波密 此段请参考我的318视频 波密望南二十四公里处 穿过杆尔嘎布的第一条隧道 嘎龙拉隧道 再次来到喜马拉雅以南 从冰原第一高山杜鹃 笔直的云山 一直到茂密的芭蕉林 几十公里有四季 沿着举世闻名的雅鲁藏布 我们来到海拔一千的莲花圣地 莫托 中国最少少数民族之二 门巴和洛巴的故乡 进县城前 左侧的山上的人青崩寺 是传说中娑婆世界 能够最后遗存的圣迹 第三天 莫托到米林 全长约150公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真正的新国道219 是指达木乡经过23公里的隧道 穿越多雄拉山脉 到达派镇玉松村的永久公路 需要2030年才能通车 而不是即将通车的 经被崩多雄拉隧道 松林口110公里到派镇的公路 但这条路途经德兴 果果堂雅鲁藏部大拐弯 旱密 金陵世界般的原始森林 拉阁彩色的山岭上 垂下的万千瀑布 秀美绝伦 随着道路的修通 物资流淌了千万年的多雄河 将不再孤独的轰鸣 来到派镇 你将遭遇刺向天空的战毛 南加巴瓦 中国最美山峰之首 加拉百磊 守卫峡谷的勇士 这样的雪山 值得你仰望一生 沿雅鲁藏布江而上 经佛掌沙丘 到达海拔2009的米林机场 米林机场对岸的雅江边上 分布着嘎玛康桑 山泽居等自驾营地 是修整的好地方 道路修通之前 我们原路返回波密 然后沿318国道 经林芝前往米林 行程参考我的318视频 第四天 米林到扎日 全长约180公里 继续逆雅鲁藏布江而上 出县城不远 道路的左侧 是密近南一沟 天尽头 才有的奇幻风景 旁边的扎贡沟 生长着全世界仅存的两万株 野生黄牡丹的一半 这里是脏医药的发源地 离开南一沟继续往前 沿江而行 江边的千年古珀 让人感受时光的久远 我们向南 是黎雅鲁藏布 金猎山古墓群 翻越海拔4740的 博沙拉山口 正式进入山南 第三次来到喜马拉雅的南侧 海拔2600米左右的扎日 这是以刚仁波齐和纳木措齐名的圣地 转山转湖转森林 森林指的就是扎日 这里有雪山森林草原 湖泊瀑布温泉 有人世间几乎所有的美 今晚住扎日 如果大雪封山 可以从朗县邓木乡望南 经曲松村望西 到达扎日 第五天 扎日到乐部 全程约360公里 前行70公里左右 到达曲松村 望南是中国人口最少的乡 玉麦 家是玉麦 国是中国 七一勋章获得者 桌嘎守护的地方 乡区的朋友 可以考虑多停留一天 翻过热拉山崖口 一直向下 到达三林乡 由小布达拉宫之称的 三安屈林寺 不经意的出现 继续前行 经豆浴 列麦 到达龙子县 可以在这里午餐 然后我们望南 翻过海拔五千米的 香布拉山口 此行的第一个大湖 哪日用错出现 无尽宝藏的碧玉湖 隐秘 眷勇 宝石般的蓝 离开新219 南行经过错纳县 翻越海拔四千六左右的 波拉山口 一路向下 第四次 到达喜马拉雅的南侧 海拔两千八左右的 勒布沟 苍阳家措的故乡 远望夜空浩瀚 期盼 月出东山 第六天 勒布沟到洛渣 全程 约330公里 其实勒布沟 可以多住一天 十八军自卫反击指挥所 苍阳家措故居 森布扎野狼谷和让荣措都值得一看 我们向北折返 南依庸西侧三十公里处 千年古沙基林 高大而幽远 向北一点 驶回219国道 回头望南依庸依然保湿般的蓝 到达错美县城午餐后 我们继续前行 途经的洛渣大峡谷 何止七十二拐 达加拉神山 巍峨壮丽 远处的雅拉湘波 更是气势不凡 拉康镇左侧 20公里左右的卡九寺 是西藏最美的寺庙之一 夏季的卡九寺 漫山遍野的杜鹃 如人间仙境 色香的色卡古托寺 是丧传佛教白教的祖庭 建议在此多住一晚 可以前往珠措白马林 这是南方神山 库拉港人群峰 最好的观景平台 继续往前 是鬼斧神功般的峡谷 位置的前方 让人充满敬畏 走过了林芝山南 我们将正式进入世界之巅 第七天 落渣到雅东 全程约350公里 出门不久 开始翻越蒙达拉山 山口海拔5363米 库拉港人雪山风群 第一次如此接近 然后一路向下 不远处就是此行的 第二个大湖 浦莫庸措 少女般的碧玉湖 处子一样近 松石一斑斓 5010米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大湖 湖西侧 推瓦村的寺庙推拱八 是关湖的最好位置 这里望北不远处就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杨卓庸 天上的碧玉湖 如果时间允许 建议到拉萨修正两天 我们继续沿浦莫庸 北岸前行 路过一个十字路口 南边指向浦马江堂 中国海拔最高的乡 那里是通往四林冰川的方向 继续向西 海拔5500米的塔热拉山口 是新国道219 海拔最高的地方 向下正式进入日科泽地区 拉鬼岗日山脉一路相伴 过了康马 我们驶离219 向亚东 左侧的路可以通往冲巴庸措 慈悲的碧玉湖 温润安详 然后我们将来到最美雪山观景台之一 多庆措 嘎拉措 和以海拔7500米的卓马拉日雪山为首的 连绵的喜马拉雅 美得让人无法呼吸 翻过卓马拉山口 我们一直向下 第五次来到喜马拉雅的南坡 边境小城亚东 献花开马拉窗台 风琴万种 第八天 亚东到陈塘 全程约350公里 其实别说奶堆拉 怪木林 东嘎寺等民生 亚东木耳 亚东蘑菇 和独一无二的亚东鲑鱼等美食 也值得你多待一天 我们沿沈到208出发 路过康布温泉 藏区包治百病的神汤 不久后 汇入新国道219 临近港八县的时候 雪山群出现 那是世界最顶级的雪山群 在泡汉里山脉暖场后 诞辰张家 世界第三高峰出现在眼前 你想象不到的是 旁边站台的 竟是世界第五高峰马卡鲁 第四高峰 骆子峰 甚至世界之巅 珠穆朗马 这样的顶级雪山 继续向前 经过曲敦尼玛 中国最美冰川之一 然后经过麒麟峡 一直向西 看到乌巴克山脉群峰的时候 我们离开219 向南前往陈塘 在海拔4950米的 尼拉山口 我们第六次 翻越喜马拉雅 来到南侧 乌巴克雪山群 在我们的右侧 触手可及 一路向下来到海拔2004的 陈塘镇 喜马拉雅的挑夫 大名鼎鼎的 夏尔巴人的故乡 第九天 陈塘到定日 全程 约220公里 清晨醒来 放眼四万 山腰上的吊酒楼 告诉你 这是一个完全 意义风情的小镇 对岸的尼泊尔 清晰可见 漫步街头 享受一下 久违的闲夏时光 泡一泡神奇的九眼温泉 然后 原路返回 新国道219 从萨尔乡开始 就是美丽的定阶湿地 真正的天边牧场 水草丰美 牛羊晨晴 也是黑景鹤 越东的地方 过了定阶线 是骆子峰和珠峰的观景台 双峰在漫漫长沙的映称下 格外迷人 这是新国道219 路况最好的一段 到达定日县百八镇 海拔4300米 为了明天的世界之巅 一切都是值得的 第十天 定日到吉隆 全程350公里 清晨早早出发 前往珠峰景区 过了景区大门翻山的时候 西侧遥遥相望的 是拉鬼岗日山脉的康普勒峰 过了海拔5200米的加沃拉山口 向左拐一路捅路到山顶 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刻 喜马拉雅群峰 魔幻地出现在眼前 六座海拔八千以上的雪山 一字排开 从左到右 一次是甘臣张家峰 马卡鲁峰 骆子峰 珠木朗玛峰 卓奥友峰 西下邦马峰 置身其间 念天地之悠悠 独唱人耳涕下 继续向前 到达戎布斯 近距离仰望珠木朗玛 世界之巅 而后将吉隆出发 这是新国道219和国道318 并现而行 到达港嘎镇 我们登上世界上 海拔最高的观地庙 向南望 左边是珠峰 海拔七千米的最高峰 隔重康峰和珠澳永峰 右边是连绵的拉布吉康山脉 如果有时间 我们可以继续向南 前往容下沟 拨住一天 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 最后的秘境 天空之城 继续前行 我们将在一个三叉路口 与318告别 如果继续沿318望南 几十公里处的通拉山口 是我最爱的雪山关键台 拉布吉康西夏邦马 和佩库港日组成的雪山风群 让我深刻的理解了一个词 震撼 沿国道219前行 离佩库厕 还有30公里处 道路的南侧 是西夏邦马峰 和摩拉门清风 湛蓝的佩库厕 和巍巍的港澎清风 还在前方等着我们 翻越海拔5270米的 孔唐拉山口 第七次来到喜马拉雅的南侧 天气好的时候 可以看到遥远的西南 世界第八高峰 海拔8163的马纳斯鲁峰 一路向下来到吉隆镇 海拔2800米 第十一天 吉隆到萨嘎 全程约200公里 早起前往吉隆镇奶夏村 又一个极美的雪山观景平台 脚下的草坪 眼前的湿地 远处的森林 天边的雪山 大自然 妙不可言 佩库港日 南洋港日 和尼泊尔的廊当山脉 将整个山谷环绕 起舞弄轻盈 何似在人间 日出后 前往吉普大峡谷 深达百米的深河 直尺天涯 说的可能就是这里吧 午后 我们再次翻越孔唐拉山 回到219 经过错绰隆错 佩库错西北的小湖 门杂拉山和泽杂拉山 两个不高的山口前往萨嘎 龙门客栈般 恶守在交通要道上的小城 海拔4500米 有酒有故事 无见无故人 走过了世界之巅日可泽 我们即将进入天上阿里 第十二天 萨嘎到塔清 全程约490公里 清晨从萨嘎出发 一马平川 翻过海拔4800米的 茶葬拉山口 和海拔4900米的 突击拉山口 你会完全没有感觉 因为此时的平均海拔都在4500米以上 不知不觉到了中八县加油站 南面是喜马拉雅的穆斯堂山脉 这里是西藏观世界第十高峰 安纳普纳峰的所在 继续向前 快到帕阳的时候 亚江园那一片沙丘 世界第七高峰 道拉吉里的山尖浮现其间 天地一下变得如此开阔 走在喜马拉雅和港底斯之间 我们在躲躲白云的影子中穿行 不一会儿就到了天上阿里的牌坊 南边是捷马样宗 雅鲁藏目江发源地的冰川 过了马云木桥检查站 翻过海拔5100米左右的 马云木拉山口 经过宫舟措 天边高耸的 是纳玛纳尼峰 永恒不败的碧玉湖 马鹏庸措出现 无与伦比的蓝 我们离开219 沿着马鹏庸措的西岸 一直向南到达楚果寺 远处西洋下 当任不弃神圣庄严 这里是神山与圣虎合影的最好位置 回到219 经过霍尔乡到巴嘎 我们向南去普兰方向 这里是关魔鬼湖 拉昂措的最好地方 有时间可以继续前往普兰 纳摩纳尼的故乡 我们夜宿塔尔清 神山脚下 海拔4700 与神而语的地方 第13天 塔尔清到渣达 全程约250公里 塔尔清和渣达之间 隔着高高的阿伊拉日居山 从新国道遥久过去 有三条路 我们选择最西的那一条出去 进去的两条很难抉择 一是从门市进去的东线 图景本教古老的古如江寺和橡穹文化遗址的穹龙音城 人烟稀少 野生动物成群 最后经过马郎土林观景台到达渣达 二是从巴尔宾站进去的中线 向上翻过龙嘎拉山 龙嘎错穷双湖出现在眼前 如天使的双眼 身后是不幸一张叶的五色彩林 经过北部的土林观景台到达渣达 难以取舍 人生总会留下遗憾 在大自然鬼斧神宫的千里土林中穿行 到达渣达 海拔三千六 今夜整着历史入眠 第十四天 渣达停留 终于可以好好地休息一天 这里是天上阿里 三围之地 雪山围绕的普兰 湖泊围绕的日土 和土林围绕的渣达 上午我们去古阁王朝都城遗址 在最干燥的风里 以助力千年 在空旷中找寻旧日的烟火 在寂静中描绘当日的繁华 下午去托林寺 去拜访那宽背千腰的佛菩萨 去仰望那刻着天梯的佛降塔 去找寻梵文版的六字真言 去了解从阿底侠开始的 藏传佛教后供期的演变 夕阳西下 选一处我们昨天没有经过的 土林观景台 看斗转心仪 探沧海桑田 第十五天 渣达到日土 约350公里 首先出发 沿渣达沟前往皮阳东嘎遗址 如果说都城遗址是北京 这里就是上海 千古神话 只有黄土依然 然后在连绵千里的喜马拉雅 和卡美特风钻石般的光芒下 我们去往霞一沟 这个星球最不像这个星球的地方 翻过海拔5400左右的阿伊拉日基 父子两个山口 在纳布鲁重回219 经过石泉河打板 到达石泉河 我们不坐停留 继续翻越拉梅拉打板 到达日土 班公湖畔 映入眼帘的是班公湖的上湖 甘甜的淡水湖 生机盎然 下湖真的是寸草不深 又色又咸 入夜听海鸥鸣叫 整着掏身入眠 第十六天 日土到三十里营房 全长近六百公里 波澜壮阔的一天 日土出发 一百公里左右到达多马 从这里开始翻越 一个又一个的打板 首先出现的是 今天最高的红土打板 海拔5380米 向下是西藏最后一个村庄 松西村 然后是5218的松西打板 经过松木西错和龙木错 前方就是著名的剑山打板 自驾的终极打卡地 5347 西藏和新疆的剑山 由此正式进入阿克塞清 过了潜水湖检查站 红山湖和甜水海 翻越海拔5107的旗太打板 我们终于到达了 海拔4200的大洪流滩 之前的近300公里 我们几乎都在海拔5000以上 可惜大洪流滩 已经没了洪流 我们得继续向前 翻越海拔4269的康西瓦打板 路的左边是烈士陵园 那里长眠着六二四维反击站 和加勒万河谷的英雄 缅怀阴列后 我们一路向下 到达今晚的住宿地 海拔3780的30厘银房 590公里左右的路程 四个5000米上的打板 300公里左右行走在天之巅 人生能有几回 能像今天一般荡气回城 第17天 30厘银房到哈石 全程600公里 我们此行的最后一天 行百里者半九十 今天可能也是最难的一天 今天要翻越三个打板 高差最大 道路最咸 也最烂 不能因为 它的海拔不到5000 就掉以轻心 一开始就是黑卡字打板 海拔4909 塞托拉遗址 是当年左东堂设下的边关要塞 下到深谷后 我们开始翻越麻渣打板 这是观世界第二高峰乔格里的地方 其实要看到乔格里风 还得爬到旁边近400米的山顶上 最后是库地打板 别看海拔低 和318上的绝巴山一样 海拔最低但最险 本来夜城可以是本次旅程的终点 但是我们还是到哈石吧 这是新疆我最爱的城市 完全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开始另一个故事 最好的地方 如果你有一壶好酒 最好在这里为风尘